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看一下这个联合查询 联合查询呢 主要使用的是这个中文连接 这边有这么多类型 比如左连接 右连接 等值连接 还有全连接 那么我们呢 先建个项目 我们选新建 加project 啊 我们起个名字 hql2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说过了啊 如果你想要用那个 my eclipse 自带的一个 hql 这个编辑器呢 我们得建一个赛生工厂 那么建这个赛生工厂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导入啊 这个habinet 架包的支持 那我们先把这个包结构先创建好 我们把这个赛生工厂呢 放到这么一个包下啊 叫做 nitnwfactory 啊 这个将来是放我们的赛生工厂的 好 我们导入 hql2的支持啊 删则3.3 next next 这个不指定 这个地方 帮我生成一个赛生工厂 我们选择包 好 这样就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 我们 设置我们的主配置文档 这里面呢 和我们 上捷克的这个 一样 我们把这赛生factory 考过来 好 赛生factory 好 赛生factory 这边最后这个映射文件 我们先不要 好 然后这边 我们放一些实体类 这边放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些实体类啊 也是放到 Vo底下这个包下啊 好 那这个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把这节课要用到的这些实体类这些例子呢 我提前都写好了 我把它直接倒进来就行了 啊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边有哪些实体类 我们这面牵扯到三张表 一个是学生表啊 学生表里面和上捷克一样 有学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出生日期 地址 啊 这边呢 有 这三个是构造方法的重载 啊 构造方法的重载 底下 组件生成策略 使用native类型 啊 让它自动增长 除了学生表之外 这还有一个班级表 啊 班级表 这班级表里面 大家看有两个字段 cid 是班级编号 cname 是班级的姓名 然后班级和学生呢 构成了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啊 就在班级里面 持有一个学生的一个集合啊 这些集联关系 我们设成全部集联 啊 fetch 加载呢 属于缆加载啊 然后这个受控的字段 属于cid 啊 我们第三张表是goodstudent goodstudent呢 顾名思义呢 就是优秀学生表 这优秀学生表里面 记载有学生的编号 学生的姓名 啊 那么这个里面 这个学生的编号 我们采取的是 手工分配的 也就用户指定的 组件生成策略 好 我们把这三个表 搞清楚之后 那我们先测试第一种情况啊 这个叫做左连接 左连接 这左连接的意思就是说 把左边这个表当中不匹位的记录呢 也查清出来啊 那我们先 见个测试的包 选择south folder 啊 test 这里面 测试是我们的view 那我们把上节课的那个代码考过来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两个 测试是我们的 考完之后呢 来看一下 啊 这边要引入 这unit test啊 我们把它倒进来 这个 把这个都倒进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些代码呢 先给它清了 好 啊 我们先测试第1个啊 左连接 我们用这个注解方式 啊 好 在这之前 我们先看我们那个HQR这个编辑器能不能用啊 选择这个 MyEclipse 这边有一个 啊 这边有一个 我们先把这几个类先加进来啊 类先加进来 我们用注解方式 啊 这几个类先加进来 啊 四路 卡住他都找不着啊 奇怪了 啊 先不管他啊 啊 我们直接 在这边写一下测试啊 啊 这个啊 我们先生成这个茶 我们先生成这两表啊 啊 先执行这个sgamerexport 生成我们的表结构 你先看我们这里面有没有这些表 啊 好 用ehybernate 用ehybernate sgamerexport so tables 啊 这边有些表我们先把它都删了啊 先删除 good students 再删除classroom 好 再删上表删完之后我们来生成一下表结构啊 好 再删上表删完之后我们来生成一下表结构啊 嗯 报错了 啊 报错原因就是这样 我们还没有把买所有的架包倒进来啊 买所有家包也没倒进来 再测试一下 好 这样没问题了 看这三张表有了啊 三张表有了 我们现在看啊 这个行不行啊 还是提示这个 习惯啊 等会再解决这问题 好 我们先做个初始化的 做初始化啊 给这三张表里面呢 添加些信息 那这些初始化的工作呢 我这里面已经写好了 写到这里面了 就这个方法 啊 我们把它先烤过来 好 好 我们看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 这初始化方法里面呢 先添加了 八个学生 八个学生 然后创建了三个班级 创建三个班级 然后创建两个保存学生的集合 然后给这个集合一里面呢 添加学生一到学生五 然后给这个集合二里面 添加学生六和学生七 啊 然后呢 给这个班级一呢 保存的是集合一 给班级二保存集合二 然后呢 分别保存这八个学生 啊 那注意看第八个学生呢 他不属于任何班级啊 然后再创建 两个 好学生的记录啊 然后呢 分别保存的是学生一和学生二 那学生一和学生二属于优秀学生 然后保存 两个优秀学生 最后保存这三个班级 那么最后这个c3里面 实际上是没有学生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些表 先看学生表 这边 有这么几个学生啊 这边是乱码 我们 我们用图形界面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呢 八个学生 啊 八个学生 姓名放到这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学号 姓名 这是那个班级号啊 年龄 出生日期 性别 地址 你注意看 最后这个张花花这个学生他没有班级号啊 我们再看班级表 有三个班 三个班 这是那个 优秀学生表啊 张三和李斯 就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下来我们今天所有内容就是围绕这三个表来展开的啊 看第一个 左连接 左连接就是把左边 表中不匹配的记录呢 也查新出来 这块有一个对应的色口语句啊 from classroom I see left I want to join students 啊 那么看这个查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先写第1个 我们写在后面 这测试左连接 left drawn 那么来看一下啊 来写这么一条色口语句 啊 啊 请query 啊 这个query 啊我们下面写这条 HQR的语句 这些 那么来看这个句话啊 from classroom I see 这是给这个 起了个别名叫c lifed join cstudent 例如让这个班级 和学生表之间进行左连接 左连接 左连接的效果是把左边表当中不匹配的记录也查新出来 如果看不匹配的记录是哪个呢 你看classum里面有一个 第3个班级是经济管理这个班 那不但在学生表当中 啊 我们仔细观察 没有一个学生的属于第3个班的 那么这个查出来呢 那也就说他应该把这个经济管理这条记录呢也应该也能够查新出来 这是左连接的效果 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那么把它都打出来啊 这里面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对象宿主 啊 List 那么用货循环 好 我这里面呢 怎么打印呢 我们知道 这个List 这样获得的 它本身是一个对象宿主 啊 对象宿主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啊 那么如果 衣服 衣服 我们可以先拿出他的每一个 对象 啊 里面每一个是object 啊 这获得每一个是对象宿主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判断一下啊 啊 啊 我们这个地方 啊 这样可以得到先得到每一个对象啊 先得到每一个对象 呃 现在啊 或循环一下 我们把它先转换成一个对象 我们判断一下 衣服 这个instance 如果它是一个 如果它是一个classroom类型啊 并且 这个对象呢还不等于空 那么就可以把它先转换成一个 classroom类型 啊 我们直接打印啊 打印这个 这样啊直接转换 打印 打印班级的编号 再加上一个 班级的 班级的 名字 啊 班级的名 名字 好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学生类型 如果它是一个学生类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打印是学生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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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这应该是sid 和sname 我们这样来打印 我在每一个之间呢 我们加一个这个分割符 啊 这样好区分一下 这就是我们测试的一个左连接啊 我现在运行这个效果 我们来看这个结果啊 电子商务一般 张三 这个是啥啊 这个我们不应该让它换行 这个地方我们不应该让它换行 我们这个应该用print 不让它换行 然后每一个循环完了之后我们再给它换行 好 这样才可以 我们来看 这样很形象了 我们来看 电子商务一般里面有张三 一般里面有李四 一般里面有王五 招六 孙琪 好 二班 计算机一般 这就是它这个CIT是2 里面有李建立立 大家看还有经济管理一般 那么这个左连接很显 就是把这个班级表和学生表进行连接之后呢 把班级表里面当中不符合条件的记录呢 也给它提取出来 班级表里面哪个不符合呢 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 因为没有一个学生是属于经济管理的 所以在做等值连接的时候呢 本来这条记录呢应该是检索不出来的 但因为是做的是左连接 左连接的特点大家看 是把左边表当中不符合的记录呢 也查询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在写传统CIRCLE语句的时候呢 一般要写上这个等值连接的条件 这个SID等于CID 但是在这个HQR语句当中呢 就不需要再写这么一句话了 因为呢 这个关系呢已经在映射文件当中呢 被指定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再写 S.CID等于C.CID了 好 好我们来看这个效果是做的是 左连接 左连接 为了让这个能看清楚一点我们在这块再敲个空格 空格的区分一下 区分一下 大家再看 啊你看这个前面这个记录这是那个 班级的啊 这是学生的 最后把这个也检索出来了那对应了他站没有学生 站没学生 好除了左连接之外我们再看还有一个是右连接 右连接就是把右边表当中不匹配的记录呢 也查询 右边表当中哪个记录不匹配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这个学生表大家看一下 你看最后这个学生 张花花这个学生呢 他不属于任何班级 那么将来一会再做右连接的时候呢应该要把这个学生的也能查询出来 我们来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这个是测试 又连接 好 那这很简单 就是把这句话改成 write 就行了 其他不用变 好大家看现在这个效果 你看 你看就是这样子啊 跟刚才很像 但是不同的是呢 把张花花给查出来了 因为张花花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班 所以这个是做右连接 他这块也能查询出来 再看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叫做等值连接 叫做inner 实际上就是一种等值连接 那就是把两边当中匹配的记录都查询出来 而把那些不符合条件的都给他屏蔽掉 这个是做 等值连接 叫inner draw inner draw 好大家看 这种情况是最常用的 那就是说 把 班级1的 所有的班级和学生 查出来 把班级2的所有的学生 都查出来 那班级3 里面因为没有学生 所以也不会有他的资料 那张花花呢 那个同学呢 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班级 所以呢 他也不会被查询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实际当中最常用的 这个叫做等值连接 还有最后一种 这个叫做全连接 全连接就是说 把两边都不匹配的记录都查询出来 但在使用全连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点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库都支持 全连接 那也就是说 你写这个HPR语句 将来有可能执行不了 因为这个要取决于他具体的底层数据 它是我支持 这种全连接的查询方式 当然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看我们的my circle 支持不支持全连接 好我们再写一下 这是测试 这是测试 全连接 复转 好 测试全连接 我们运行一下 好 我们来看 这后面报错了 报错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undefined join type23 那就说明我们的my circle呢 在这个地方呢 并不支持这种全连接方式 这是一个没有定义的 连接的类型 我们看 显然是他不支持 所以这个例子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演示了 那如果说 有些数据户支持 比如像Oracle 他支持全连接的话 他将来查询出来的效果呢 就应该是 应该是把这个张光花呢 也查出来 并且呢 把我们classroom当中的这个经济管理一般呢 也查出来 这样做一个 全连接 感兴趣的同学呢 你们下去 自己呢 可以尝试一下 连接我们的Oracle数据户 看看这个例子的效果 我们这话就不讲了 像我们再看一下紫查询 紫查询 紫查询 就是说如果我们数据户底层支持 紫查询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HQR当中呢 使用紫查询 使用紫查询的话 也需要用这个巧括号呢 把它括起来 比如像这个例子 我们查找 在学生表 在学生表当中 有哪些学生呢 没有在这个好学生成绩表当中出现 那么这个查询的言外之意就是说 查询 这个班里面 哪些学生呢 不属于 不属于 优秀学生 后面这块用了一个紫查询 这个紫查询就是 查找所有的优秀学生 from good students 这是优秀学生表 那么他说 要查找的条件是 这些 学生的姓名 not in 就是不在 这些优秀学生 的名单当中 那么反过来 也就是说 查找 班级的学生 当中哪些 不属于 优秀学生 这边显然用了一个 紫查询 啊我们来试验一下 啊这个是数据初始化 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修改啊 比较sab 我们来测试紫查询 啊 啊 啊我们协调Circle 协调HDR语句 比如说就这句话 我们来考过来 啊 这个紫查询 这样查出来呢也是个学生 的集合 啊 啊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范形 啊 student stu f 等于 啊 carry list 啊 我们可以用范形 那我们可以用增强形的货行环啊 啊 这面每一个是学生 啊 那么打印 我们就打印学生的编号 学生的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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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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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看一下究竟哪些学生的不属于好学生 看好学生这样表 啊 那就只有两个学生编号为一二的张三和李四的好学生 那么除此之外 啊 这些都不是 那将来会查出来这王五赵六孙琪李健莉莉和花花啊 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 啊 我们点这个subquery 我们看的确是这样子的 把三四五六七八找出来了 啊 那这个例子呢就讲的是这个子茶区 好 下面再看 我们呢还可以使用原生态的Circle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HPR HPR的语句呢 它提供了对原生Circle以及存储过程的支持啊 那么 你要想在HPR当中呢 使用原生的Circle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Circle Query这个接口啊 那么这个Circle Query呢 它是我们Query的一个子接口啊 啊 那么 所以说它这个使用方法呢和我们这个Circle接口呢是类似的 比如像底下这个例子啊 你可以写个Circle Query 然后CreateCircle CreateCircle Query 那注意看 这一面写的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原来的标准的Circle语句了 而不是一个HQR语句啊 Add Entity是指把这里面的如果你起了表的别名的话 就是说把这别名呢和我们的具体的十几类呢关联起来啊 关联起来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看一下啊 我们就叫Test 叫Circle Query Circle Query 那这个里面 大家看 你这个 语句呢就可以写这个 啊 那我把这个也不叫HQR了 我就叫Circle 啊 啊 这是测试 Circle查写啊 延伸Circle查写 啊 然后我们来创建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这样写啊 Session Create Circle Query 那Circle看 然后你也可以加上一个Add Entity 啊 比如说这边是跟哪个实体类挂钩的我们 student 然后class OK 好那么底下 这个用的还是一样的啊 我们看这个色谱已经是找学生 学生表里面啊这个Limit24啊就找 找第2个到第4个 啊 找第2个到第4条记录 我们来看这个效果 好 行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 你看 2到 4那时共是有几条记录呢 啊 啊 我们来数一下 你看他2到4实际上就是啊 他包含2了对吧 2 3 呃 我看他 我看他24啊 这个24是这个不是从2开始啊就是 是从2开始然后取4条记录啊 他这个意思实际上相当一个分页 相当一个分页查询啊 因为我们马斯克是支持分页查询的 注意看这个2是代表从第 呃 应该编号就所影为2的那条记录开始然后找 4条记录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执行的效果 执行效果你看那就是说 所影为2的那刚好就应该是学生 学号为3的 我们学号从1开始嘛 对吧 你这个是所影为2的 然后找4条就那就是3456 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当然这个例子不是要教大家学习这个分页查询语句 主要是想让大家明白 我们这个HQR的你还可以使用原生的 Sircle 啊 使用原生Sircle 这个原生Sircle就是和你底层数据库 相关的Sircle脚本 啊 Sircle脚本 这样给我们将来实际写程序带来很大的 灵魂 比如说有些很复杂的Sircle 如果说你用HQR就很难实现的话 但是你又对原来的Sircle就很熟悉 很熟悉的话 你可以写原生Sircle 然后还是用我们的query接口去执行 然后底下获得数据集之后的操作呢还是针对对象去操作 那么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灵活性 好我们再往后看 后面加这个addIntet呢 它的意思就将表中的别名的和实体类联系起来 好确定 这个查询结果的形态 这个例子我们刚已经给演示过了 好除了这种方式 我们还可以使用注解的 这个命名Sircle查询 那么使用注解的命名查询呢 大体上呢 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使用 HQR的命名查询 一种呢是使用原生Sircle的一个命名查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 我们使用HQR的这个命名查询 这种是使用注解方式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还像是这样啊 我们找 那个学生表的 前 几条记录 他在给的一个 from topic where 什么tid 是找 编号 为某一个编号的 主题 是吧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 在我们的 做个测试啊 我们在我们的学生这个类里面 我们也找一下 我们找学生编号 唯一的 学生资料 啊 应该这个注解加的什么地方呢 你实际上就加了在最上面就行了 我们可以把这要弹网了考过来看一下 然后加到他这个类的最上面就可以了 好这个 对于看使用的是java persistence 好 那 好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name的query 这个地方写的是 HQR的语句 给他起了个名字 啊 我们给他改一下啊 我们叫search students by 我们叫searchstudentbyid 啊 好 我们这样写 from students 起个别名 s where s sid 等于 好 我们知道前面讲过这种呢 是一个参数 啊 这是个参数 那将来这个地方怎么用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还用这个注解方式 我们这一个测试 我们这一个测试 HQR了 命名查信 啊 这个是啊 annotation 方式啊 我为什么注解 annotation方式呢 其实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引用查询 实际上那种呢 他是一种 读配置文文档的 和我们上节课 那个实力很像 啊 我们上节课不是举了个例子吗 我来看一下 我们上节课这里面 也讲了一个 那student的这个配置文档里面 大家看这边不是写的query吗 是吧 啊 实际上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方式 用这个 配置文档来 配置我们的一个 呃 circle 的一个命名 circle啊 这个将来读的时候 和我们刚才的那个方法一样 你看一下 大家看你这样用的不是还是get named circle吗 是吧 啊 所以我们今天这节课是讲的是上节课这个例子我们用annotation方式怎么来实现啊 annotation方式实现很简单 就要在这里面还要加这个注解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读的时候呢和上节课那个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啊 我们来改一下 啊 我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写这个suko语句了是吧 我们把这块烤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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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起的名字叫做 search students id 看对表 最好拷贝一下要什么写错了 啊 好 好 查那个参数 sid 我们查找编号为 啊好就编号为为5吧 编号为5的学生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查询方式 大家看编号为5的查出来的呢 肯定呢 只有一条记录如果有的话只有一条记录是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大家交一种新的新的新的啊 新的啊 叫一个新的一个 query里面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啊 就是q的啊 叫做uniquid result 啊uniquid result 而且这个 他返回的本身就是个对象类型 我们可以用students去接收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强制类型转换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打印 我们这样来打印啊 我们判断一下 if s如果不等于空 说明找到了这个学生 啊 我们就打印 这个学生的学号 这个是 获得 唯一 一条 记录啊 这个方法uniquid result 是获得唯一一条记录 好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现在运行应该是这个 里面的 test 这个啊 好我们来看是不是找到bh2为5的 名叫孙琪啊 没问题 好除了这个 命名的 circle的命名查询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原生的 这个命名查询 啊 一样 那么这个写法呢 也是一样的 他加上这个注解叫name name的 native query 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测试一下 我们还是放到这个 student的里面 你可以紧爱着他写一个 加入这些包 啊 啊 加入这些包 比如说 这个叫做search student pager啊 我们查询一页的写成 这实际上这个分页查询啊 是吧 还是查询2到5的 但这个地方用的是 延伸circle 这实际上是 也就是在用的是circle 这不是用的 hql 上面是hql的 底下是纯正的circle 啊 好 那这个用法呢 其实跟刚才这个是一样的 啊 这是circle命名查询 这名字冲突了 啊 啊 我们叫做 name的 把上面这个也改一下吧 name的 好 那这个 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啊 这没参数了 没参数我们不接收 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查出来是学生 不是一条记录 不是一条记录 啊 好这样就可以了 再看一下 这回事 执行这个 包错了 看一下啊 pure native scary jet support 看这个原因啊 啊 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这个地方 我们测试这个原生态的匿名 sircle啊 啊 对面这个注解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 发现他报错啊 发现他报错 啊 我们当时是这样写的 这样对吧 和上面那个一样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地方 他报错 我们把这个考过来 看他说什么 啊 好我们来看 他说 not yet implement exception 他说pure啊 就纯正的 native 原生的 啊 scary curry 就是原生态的这个 circle 啊 not yet support 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目前这个hybrnit呢 这个版本呢 还不支持这种 注解方式的原生态的 circle脚本 啊 那么这个问题呢 和我们这个版本有关系 啊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来解决了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3.3 这个版本 他本身不支持 又不支持 什么呢 不支持 他gpa里面的这个 name的 native query 啊 这种原生态 的circle脚本的注解 那这种方式用不成 并不代表我们不能用 因为我们前面演演示过 你可以用 你可以把它写到 你可以把它直接写到我们的这个 hqr里面 我们使用这个session create 这个circle query 啊 这种方式是可以 只不过用注解方式 用命名的原生态的circle 这个暂时就还不能用 我们现在这个3.3呢 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 啊 这个问题 我刚才上网也查了一下啊 主要原因就是说目前 他这个提示说的很久 他还没有实现了 看 not yet implement 也就是说 虽然 gpa里面有了那个注解 但是他habit 他我们现在就拍habit的这个版本 他还没有实现 啊 那也许将来新的版本呢 他可能会实现这功能 啊 啊 这个暂时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知道 啊 就是说他gpa里面 他可以有这种 对原生态circle的一个命名啊 做一个 命名circle 这边可以写我们的原生态的circle脚本啊 这种方式 这种注解方式是有的 只不过我们habit呢 还没有提供对他的支持啊 啊 或许我们期盼下一个新的版本呢 或或许能支持这个注解啊 啊 我们看最后一个内容 啊 最后一个内容 啊 这个还提供一个分页查询啊 分页查询 啊 我们这个query接口呢 还提供了个分页查询 我们来看这边常用的两个方法 一个setforcedresult呢 就是定义我们所有的位置 setmaxresult呢 这可以显示每条记录数 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刚用的那个limit啊 mycircle里面limit那个用法是一样的 相当于那两个参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再写一个 再写一个啊 我们测试 pagerquery 测试分页 分页查询 也比较简单了啊 好 Createquery 好 比如我们这个可以写 from student fromstudent 啊 什么可以赛他 forst 这叫 你从第2开始 赛他 max max 这是每页显示的数量 别显示 4条 啊 这所以呢 从 4开始 啊 这个是每页 显示 所以从按 每页显示 这可以每页显示4条记录啊 让我们查询 这个是 我们测试的是 分页查询 啊 分页查询 把我刚才这里面这个不支持的这个注解先给他 注释了啊 要不然他会一直报错 啊 这块说明一下啊 还不那他 3 暂不支持啊 暂不支持 好 我们来测试啊 分页 Page Query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的确呢 是从我们的编号为2 第3条记录开始 每次找5个 和我们刚刚那个Limit用法一样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分页啊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啊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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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